加入成為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支持良心傳媒觀看獨家視頻 成為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就可以享有有線觀看精彩的視頻 總編輯時間親切回應 VIP 互動機會 快點加入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星島中文電台台興與盛大活動 時事觀察集結號特別版 全球直播約定你 只限 STV YouTube 會員免費參加 歡迎現場提問 與美國已至全球聽友互動 主港嘉賓 三藩市市參試 陳詩敏 麥伊伯雷史議員 馮家輝 香港作家 餘飛 主持人 升到日報美西版社長總編輯 梁建峰 由美國華人生活到美中關係 談天說當下 暢所欲言 日期美西4月29號 時間早上8點半 即香港4月29號晚上11點半 各位聽眾理好 我是梁燕成 繼續跟大家說說世界大事 最近法國馬克龍訪問中國 特別提出了法國要有戰略自主 歐洲也要有戰略自主 即是說不再跟著美國走 然後馬克龍一走就到巴西的盧拉 即盧拉訪問中國 他帶了140多個行業的代表 40個商界代表很多的議員部長 300人來中國 這個大型訪問團 比法國更大 奴拉就說了一個問題 為什麼全球一定還要用美元呢 在俄烏戰爭上 美國必須停止戰爭 開始說和平 歐盟也應該如此 才符合世界的利益 其實對於這些 好像巴西或中國這些國家 俄烏戰爭就是歐洲自己的內亂 為什麼會拉我們下水 來到美國所說的北約那邊呢 法國和巴西來中國 可以說加速了 美國前財長 是Lauren Summers所說的 是全球正在碎片化 即是不再跟美國走 盧拉本身都是一個傳奇人物 他沒有讀多少書 他是做那些貧窮的地區 所謂slum area 可以說是那些最窮的貧困區裡面長大 他是做過拆鞋仔 做過那些童工等等 艱苦奮鬥 因為搞工會而慢慢 在政界可以冒起 他自己個人有很特別的魅力 終於成為巴西的總統 之前已經做了兩屆總統 而且他是巴西最受歡迎總統 因為他做完兩屆之後 在憲法上一定要下 如果再選就要過多一屆 他下的時候 他的支持率還超過六成 為什麼人民支持他呢 因為巴西是代表了 南美洲發展 他被西方列強操縱控制 但是盧拉一上台 他在2002年已經上任 他開始走社會發展的政策 就是用社會主義 不是再用西方的自由主義 去拒絕新自由主義的路向 結果他通過降息 即是國家的做法 降息和增加出口 令到經濟增長 不再被外國控制那麼多 所以到2010年 是2000萬的窮人脫貧 讓他的中省階級人數 是超過一半 他對付貪腐也成功 成為新興國家 增長達到30% 所以這個盧拉是一個奇蹟 在南美洲最大的國家 回復他應有的大國興起的能力和地位 因為他資源很豐富 資源被外國控制 所以人民很紀念他 但是之後 他敵人上來了 博索納羅 在那段時間 怕盧拉再出來選 就將他控告貪污 找個檢察官 他上訴期間 還未上訴完 就強行抓去坐牢 後來終於法院 就說這樣是不合法的 人家正在上訴 為何要再抓人坐牢 所以就放回他 所以他出來再選 終於打贏了 親美的博索納羅 再次當政 當政的時候 他開始走 較為獨立自主的路 為什麼呢 因為他一上位 美國馬上叫他見面 但是美國呢 並沒有肯幫助他 因為當時他去到美國 由於在博索納羅的時期 美國的商人重新控制 巴西的資源 他的土地 他的糧食等等 所以 盧拉選舉的時候 他痛哭 說說一哭 忍不住哭 因為太多窮人受的痛苦 所以他要保證 人人吃得飽 盧拉是一個 真是為人民的領袖 因為那些選舉出來 很多時候都靠口 騙人 來拿種種的選票 但是盧拉真的為人民 所以他以前做的兩屆總統 讓巴西可以成為一個金磚國之一 由一個窮國變金磚國 但是現在就開始變回窮了 因為一樣有很多人飢餓 土地被西方控制 而他有59%的人飢餓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 美國叫他見面 美國也是他的最大盟友之一 希望美國幫他 美國只是提供950萬美元 就是買一間大型豪宅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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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救一個國家 就是當然要羞辱他 所以他就很生氣 但是他現在來中國 有1700億美元的投資合作 就是在中國買很多他的東西 就是解決他的難題 而美國有四大糧商 就是那些糧食的商人 是控制了巴西的糧食和土地 種出了糧食 巴西是世界第二大的產糧食的國家 但是他出口 出口去美國賺錢 但是農民就沒有土地 反而是飢餓 巴西土地種的人沒有給巴西人 給美國拿去做很多的 例如做牛肉給漢堡包 供應他們很多 美國的需要廉價的供應 所以很多窮人被趕到貧民窟 3000萬人是完全飢餓 佔15% 還有1億人都是飢餓 就是糧食不安全 不是事上飽足 所以加起來 有接近60% 即59%的人是飢餓的 所以這個時候 他面臨很多的困難 當然是想美國幫忙 但是美國沒有幫他 還羞辱他 給950萬美元 就算數 950萬美元 就好像扔錢給黑衣撥 他就很受羞辱 但是他很夠膽 他上場之後 將糧食土地擴產 因為跨國公司是經濟殖民 他就要收回 但是巴西缺乏工業化鏈 沒有產業鏈 不是中國的工業產品那麼多 也缺乏強大消費市場 也要依賴賣東西給美國 所以就被美國控制 但是他夠膽量 就是他不再跟美國 他要收回這些東西 由國家控制 然後將這些東西 收回之後 賣出去就可以賺錢 而中國貿易 賣他的糧食產品等等 是中國不會控制巴西的主權 他不會找一些債務陷阱 或一些跨國公司控制他 所以他就大批人來看看 因為工業產品 巴西不夠 但是中國有 而且是價為廉價的供應 所以他來看看中國 可不可以買糧食 然後買回那些產品 而中國其實也是答應 給中國貿易易差 來幫他發展 中國的做法是比較有義氣的做法 大家都是以前捱過窮的窮國 看看怎樣可以共同發展 讓人民不要再捱我 不要再這麼多貧窮 所以巴西這個盧拉就明白 中國不是帝國主義營大國家 它是社會主義營大國家 而盧拉本身都是傾向社會主義 因為他執政就是這些路 而成功的 社會主義不一定造成經濟崩潰 溫和社會主義可以做得好 而當他們飛機到中國的時候 中國是用巴西的音樂 新時代去迎接他 巴西人聽見到很高興 中國很尊重他 即是洶湧地表達 感謝中國 這麼重視巴西的文化 因為很多人說 巴西南美洲文化 不是很重要 又不是什麼強大強國 中國重視他的文化 而這個盛大的歡迎場面 當時文化部長 叫Manus 就流淚 哭 因為他感覺到他被尊重 一些窮國弱國 去到強國那裡 就像黑錢一樣 但不是 中國是平等地 尊重他 中國比巴西有錢很多 和經濟發達很多 但是很尊重他 而且幫助巴西回到國際舞台 即是說 他是在國際那裡 有一席位的金磚國之一 所以盧拉就專門訪問華為 美國叫他不要訪問華為 你回到華為有後果 但他不是他專門訪問華為 說明 對中國並沒有美國作出來的偏見 作出來的偏見就是 就是華為會偷聽人 其實現在那些 美國的涉物文件 就是美國在偷聽人 通過各種各種的網絡系統 都可以涉甫別人的事 正是因為他這樣做 就說華為會是這樣 他懷疑的話 到目前沒有認爲 證據華為會有這些 涉甫的裝置 但是硬要 因為華為競爭力 可以超過蘋果 在手機賣超過蘋果的時候,就突然壓制華為,讓它不能發展 是希望打低華為的,而且開始控制晶片 就想不供應華為,現在就唯有自己出錢去發展和做 當盧拉來到,他甚至說,其實他都經常看中國足球聯賽 令中國人吃了一驚,中國足球聯賽從來都不是世界覺得很重視 但是,為什麼巴西會喜歡看?因為很多巴西球員在中國打球 而這次盧拉就把巴西大豆、肉類買到中國 又買到中國的電子產品,希望得到中國技術來投資 發展它自己的科技,例如半導體、新衛星項目、微電子設計等等 在這個交換當中,是中國肯供應高科技產品給巴西 美國從來不會將高科技產品供應是非白人的國家 或者是非安革人的國家 最多賣給法國那類,但有些國家從來不賺工 所以中國在美國賺很多錢,美金不知買什麼好 因為你想買那些貴的科技產品,美國不給 唯有買美國食物那類的 而更重要的是,巴西這次來到上海的金珠銀行 叫做新開發銀行的New Development Bank 這次特別去上海看金珠銀行 因為是第一個這些國際銀行 不跟著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義基金會走 不是跟著西方的控制行走 是由金珠五國、巴西、俄國、印度、中國和南非五國 建立一個互相結算和貸款的系統 減少依附美元,總部撤起上海 這被稱為迷你的IMF 即是世界另一個經濟的儲備或借貸等等 不再跟著西方的 以1000億美元的貨幣來開始儲備 而因為西方控制了貨幣 就是1944年布林布雷頓森林協定 44國起,美國開會決定貨幣金融會大戰之後 經濟合作的貨幣秩序 以美元為世界貨幣 而美元又跟黃金掛鉤 但後來 美元經常有貶值等等 不能夠有固定匯率 就開始不再跟黃金掛鉤 開始跟石油掛鉤 在浮動匯率之後 仍然大家都在用美元做國際貨幣 因為美國是有信用的 他是強國,他是有錢 他不會騙人的 但是呢 美國控制世界經濟 通過七國集團 結合所有經濟強國 用債務陷阱 和共同貨幣 控制其他第三世界的弱國 所以其他弱國都熬過很多 包括巴西在來 美國經濟擴張時 資金流向全球 他們很多錢流來 開始經濟發展 但是呢 後來呢 美國就會加息 就要一些錢回來 美元一回流 那些強國的貨幣貶值 資產也貶值 而呢 因著這個加息 做完其他國家的經濟危機 他們還債給美國的貸款 那些貸款 因此加息 就要借IMF 和世界銀行的貸款 而IMF和世界銀行的貸款 就是要求 將它的資源 能夠賣給那些先進國家 令到那些弱國的資源 給西方控制就是這樣的 所以巴西 土地糧食 經常被西方控制 是在勞拉的時候 才能取回主權 所以金川五國 就開始倡議 我們自己有銀行 借貸可以嗎 因為你要問世界銀行 IMF 和國際貨幣 其實都是美國控制的 那它要搶你的資源 劫略你的 但如果我們自己 這五個金川五國 比較附足一點的成功 經濟發展成功一點的 巴西俄國 印度 中國南非 我們自己有貸款 自己有儲備 就避免了 美元的霸權所控制 所以這次 巴西俄國 就特別是 參觀了一個新的開發銀行 就是屬於金川五國的銀行 所以勞拉也說了一句話 他就說 為什麼全球一定要用美元呢 那麼這一次 這個動作 加上法國的戰略自主 全球戰略正是有一個轉型 不是再由美國霸權控制的世界 美國軍事經濟 金融等等 美元貨幣等等的霸權 控制的日子可能慢慢都會改變 而是大家多元化地 共同和平地發展 而不是一國獨大 那麼這個趨勢 是否會發展到未來 世界發展的方向呢 那麼又要慢慢看看